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聊天室 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说的这件事啊 发生在东北的一个老山林子里边 这老山林子里啊,有这么一座古庙 表面上看说是古庙 但据本地人传闻 之前这并不是一座古庙 而是这个地方之前出过邪市 为了挡邪必杀 才修建的这么一座庙宇 但自打这庙宇修建完之后 无人打理,年久实修 到了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您要是爬上了这座山上之后啊 看到了这座庙 已经几乎没有庙的样子了 您可能会是以为啊 这是不是哪个大户人家 当年在山上盖的老宅子 现在荒废没人居住了 但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啊 它就常常的有人去 第一期节目咱都听过吧 咱们深夜聊天室的第一期 讲的是这么一个探灵主播 跑到宾馆里边探灵去 没错 实际上在2008年 09年到15年期间 这种主播呢 肯定不只是他一个 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既然有人敢去 第一期讲的那个宾馆里边探灵 那自然也就有人会到这古庙上 再加上咱们家的小伙伴 全都非常了解我 我是不可能给您讲一个 平淡无奇的故事的 那听到这其实后边 大家都明白了 肯定是有一个某探险什么什么小团队 听说了这山间呢 有这么一个老庙 晚上带上设备一行人 到这庙里边探险去了 结果是万万让他们没想到 本来想拍摄视频 拿着到网上捡杯去 但是真的遇到邪声了 而且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不但没把现场拍到邪声的 一些记录影像给带回来 还把在那个年代呀 就价值几乎上万元的设备 给丢在这老庙中了 可惜的是 由于当天正在下着雨 到了第二天再去寻找 这东西基本上已经没法救了 就这么着 等于是这支小队来到这间老庙里边 是陪了夫人有折兵 不过咱们也得谢谢他们 要是没有他们的这次探险的经历 也就没咱今天的这期故事呢 哈哈哈哈 凯申也是够损的 期待着人家出这种事 这开玩笑啊 咱呢 话不多说了 咱直接赶快严肃起来 讲咱们今天的这期故事 您来听听 这支小分队 于2004年05年这年吧 跑到这老庙里边探险去 遇到啥邪声的 这件事情啊 开始说的话呢 得从他们这小分队里 其中的一个小伙伴 从他这开始说起 首先呢 咱们前情介绍了 这个地界啊 在东北的一片老山林子里 一个不大不小的 一个这么小山上 山上有这么一间老庙 并且这个地方 它特别的不知名 而且这座山的名字叫凤凰山 您说这多恶俗啊 您知道咱们中国有多少个地 叫凤凰山吗 光我知道可能不下十个地 弄不好还得多 所以说这一座小山 几乎就没有名气 小山的周围 当时围绕着三四个村庄 其中咱们这个探陵小分队 有这么一个厅友 当年呢 妈妈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边 上山下乡 这由于妈妈在这一孤的地 上山下乡 所以说呢 从小就给她讲啊 妈妈上山下乡那几年 遇到的一些故事 打小他就好奇这座小山 再加上由于母亲上山下乡的地界 距离他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 也不太远 自己长大之后 跟着爸爸妈妈的陪同 还回到当年母亲 上山下乡的那个小山村里边看 但是那会儿太小了 他执意的让妈妈和爸爸 带她到山上去看那座古庙 爸妈不带她去 因为这附近所有的村民 都知道那地儿邪 所以正因为上述的这些原因 乃至他留下了一个儿时的深深的烙印 总对这个小山村呢 特别的好奇 尤其是山上的那个古庙 乃至到他长大之后 加入了一个小团体 所以时不时的就在团体内 提起来妈妈当年呢 给他讲的这个故事 然后直到后边加入团体 大概有个一年多了 在他的怂恿下终于团长同意了 要不咱们就上他说的那个小山村里边看看去 听他说这意思 那地儿挺邪门的 弄不好 真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然后当时呢 他一听把他给高兴的 最终呢 经过几个人的商定 就于决定了之后 三天后 开着两辆汽车就出发了 当时他们呢 是从哈尔滨出发的 距离这山村其实没多远 大概开了四个多小时 就到了村庄了 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啊 他还依稀记得 妈妈小时候带他到村庄呢 什么什么地儿啊 谁家呢 这些伯伯叔叔 他多少还有点印象 当了之后就开始跟人家提 他母亲叫什么怎么怎么回事 你还别说 由于这种啊 是深山老林子 这里边的村庄变化实际上真的不太大 再加上呢 他妈妈当年在这儿的名声还是非常不错的 提了这么几嘴 到村里边就找着熟人 当年啊 跟爸妈来的时候啊 他儿时记忆中的那些叔叔 现在已经都快成爷爷的样子了 因为您别忘了 这会儿他也二十三四岁了 可是这接下来 这一行人开着两辆大汽车 来到人家这小村子 本来挺开心的 结果本地的村民们一听 哎呦 你们是上我们这儿干这个来的 这可不行啊 你是那谁谁谁的儿子 我们不能害你啊 山上的那间老庙 我们本地人都不敢上去 你们上那上边干嘛去啊 那庙里边当年出过大事情 咱能不能别招惹他们去啊 可是这让这村民们想不到的是 村民可能要编个谎言 说比如说山体滑坡 你们不能上那上面去 他们可能会止住脚步 但是村民跟他们说出来 这山上的那个庙出过事 而且里边貌似还有所谓的 他们的存在 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他们觉得啊 这地儿就必去了 万万没想到 那谁谁谁并没有胡说八道 真的跟他来到了这个村子 人家本地村民都这么说 看来这间古庙 他就是有蹊跷的 那得了 听到这儿咱都不用说了 这帮孩子 您说他能不上去吗 告诉村民他们 你们别管 我们都是专业的抓鬼团队 在我们的城里 别提多出名了 我们到这儿就是探着个来的 你们呢 就放心吧 这农民伯伯们 不服这些东西啊 你说了你们城里孩子 掌握高科技 高层大厦大楼 我们信 就你们几个人 小东西说你们是什么抓鬼团队 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 因为人家村里边 什么呢 巫师萨满的 老猎手的 跳大神的 人村里什么人都有 懂这个人多了去了 他们都不敢上去 就你们这几块料 号称自己抓鬼团队 小伙子们 你们真可能得出了事了 但是这接下来 这本地人 无论怎么劝阻 这几个孩子就不听 就约定了鱼转天 大概是中午十一点多钟 出发 就准备爬山上山了 但是这一天呢 在他们临出发的时候 人家本地人提醒他们 本地人说 俺们在这呢 住好多年了 我们看这天上 这天气啊 现在咱们在下边 你感觉不到下雨 但是你们爬到 半山腰子上去 指定这天上 是在下着小雨的 今天上山 是绝对不对的 还有你们晚上闹 闹到夜里边 结果十一点才起床 你们现在上山的时间也不对 这个山呢 大概 如果天气正常的话 我们本地人上去 得几个小时 可是你们上去之后 如果要再想下来 天可就要擦盒了 孩子们呢 你们没走过山路 这山路到了黑天 是下不来的 你们啊 听我的 要想沾上山 找个艳阳天 然后早晨起来 七点就出发 这样比较安全 你们现在这股地走 很有可能被困在山上 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一遍 别管你们信是不信 山上那庙 我们几十年都没人敢上去 那庙真的闹鬼 你们要骗不信 晚上再被困在那了 出了事 咱可就是麻烦了 而且你要说惹了别的 我们能救你 惹了这鬼儿实的 是没人管得了你们的 你呀相信叔叔 叔叔不会害你们的 您看到了吗 要不说往往出事 他是怎么出的呀 这换作稍微理智点的人 脑子多多少少 有点数的人 要换您 您还上去吗 人家本地人苦口婆心的 说了长篇大论的半天 结果您知道当时 人家本地老伯在这讲着 旁边这几个孩子 什么德行吗 根根根的搁着笑 根本不当事 好好好 行行行 知道了 您放心吧 您别管了 您忙去吧 恨不得让人赶快滚蛋 几个孩子是连听都不听 直接大概十一点半左右出发 奔着山上就去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走山路走在前边的时候 非常顺利 什么事都没有 敢等到了后边 真的就如同那本地人说的 走到半山腰子阶段的时候 天上就下起额毛细雨来了 再加上这山上的石鹿啊 年九十修 看起来像是古人留下来的青石庄 半山一过没人上去 谁没事倒过这个呀 那山路配上这额毛的小雨 加上山石上的青苹 走一步滑两步 您知道再加上山上的坡度 那是多难走 而且这会儿您永远要记得 上过山的人都知道 上山容易下山难 一旦路要滑起来了 想转头下山 还不如往山继续爬了 实际上就在这时候 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多钟了 已经有人觉得不对劲了 哎 真有可能咱下不去啊 我感觉越说越不对劲 你看天上这天下的这雨 小雨儿背了戏 而且呢 嗯 我感觉这山现在上面看不见头 怎么都是雾气呢 咱要是晚上困在这 这可真麻烦了 四处没个地儿待 但是当时这几个孩子 根本不懂啊 他们认为上山俩小时 下山二十分钟 咱往下慢慢滑着 咔咔咔咔不就下去了吗 能出什么事 然后就持续带着这个脚队 往上爬着 直至爬到了四点不到的时候 哎 这终于透过空中的几片白云 发现上边有个大房子了 看到这房子之后 大家看到希望了 没错 这就是那间古庙 你看那墙还是红的了 看那边的 看看看 没错 就是这个地界 大家就把下山的事 全部忘在脑后了 然后这一行小队这几个人 完全就不再琢磨任何别的事 兴奋的奔着这间古庙就去了 走过了咱们一片蜿蜒的小路 这片小路明显是人啊 修出来的石劲 石劲也是很长时间 明显没人走动过了 石头缝里边钻出腾腾的那小草来 然后这条小路足足走了 可能得有十多分钟 这才走到山坡的上面去 到了上边看到了古庙的大门 大门早就已经坍塌了 倾倒在地上 整间古庙个儿不大 应该是一间主堂庙宇 左右两边有两个分房 好像庙宇后边还有个小广场 那小广场具体是什么 这会儿他们还没看见了 因为这时候 他们被整间庙宇的装修风格 还有年九十修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而吸引住了 我的妈哟 这地儿要拍鬼片 都不用搭建场景啊 这又到了夜里 这里不得吓死人吗 那谁谁谁 把我那五弟拿来 赶快拍照 几个人围着这古庙 各自带着什么样的相机都有 就开始拍起照片了 一边拍着照片 一边录着视频 当时这几个人围在这 是看哪儿哪儿都新鲜的 一会儿东边叫呼一声 快看这儿 这地上有一个躺在地上的大石像 看这石像多吓人 然后一会儿那边 快看这儿 这有个大铜铃放在地上 你说这玩意咱带回去能卖钱吗 所有人就沉浸在这古庙之中 把一切事都忘了 咱们小伙伴说 这天我们闹啊 足足闹了得有一个半小时 等我们快反应过来的时候 是因为当时拿着相机拍照 发现这相机啊 采光根本就不够 对焦对不上 这一下子这才意识到 坏了 再一看表 五点半了 按照上山来的时间计算 琢磨了一下 就算顺利下到山下去 也得快接近七点半左右了 这怎么办呢 哎呀 六点来中可就天黑了 五点半 夕阳已落下呀 老农民说了 说黑天下不去山 马上 此时就有胆小的人开始担心了 但是这会儿那队长啊 再加上几个平时比较张牙舞爪的人们 根本不怕这些 各自从口袋里拿出来了强光手电筒 看见了吗 怕啥呀 咱们要啥设备 有啥设备的 我这手电筒 好几百流明的 我带你们下不了山什么 早就准备好了 放心吧 天黑了 咱遭阳下去 然后大家一听就都安下心来了 也是 队长啥没有 大家都带着专业设备了 得了 咱继续玩了 直至玩到了六点来中 孩子们觉得不对劲呢 古庙里边几乎已经快看不见人了 而且四处传来百首齐名的怪声 所以这才有人提议咱要不先杀去吧 人家老龙民说的是对的 咱那改日早晨七点咱早点上来 能在这足足啊 研究一天 如果现在再不下去 天一会儿黑了 这庙里边真有点吓人呢 队长一看 由于这队里有女生 再加上此时的确是越来越黑 就认可了 要不咱就走吧 可是接下来决定了往山下这一走啊 别说下山了 刚才上古庙齐去的那条小路 你都走不下去 百十多流明的那高能手电筒 在这种漆黑的山林中 貌似屁都没有用 您感觉这手电筒在城市 从你们家能照到对面马路去 但是在这大自然的大山中 只是一个小小的聚光的光纤 旁边周围到底存在着什么黑暗的未知事物 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是请客见 这队伍就开始有点内讧了 相互开始埋怨 就你 你们不听人家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听人家的话 咱们不应该上来 这下麻烦了 但这夜里边怎么过呀 上山时都是青装上针的 没带任何的生活用品 这喝水还是有点的 可是吃的没有啊 这一夜可很难熬啊 但是眼前不是光抱怨的时候啊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大家经过了一番讨论 咱们别硬着往山下走了 往山下走 万一栽下去可就没命了 咱干脆啊 回古庙吧 起码古庙它四面不漏风啊 咱找个破房子在里边忍上一宿 毕竟咱这么多人了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 这山上又没有什么狼 又没有什么猛兽 咱就是忍着点就算了吧 最终大家一拍即合 就这么着 就回去古庙了 可是回到古庙 这会儿他们清楚啊 古庙前进的这边房子 没地儿待 房子里边别提多脏多乱多差了 而且它核心不光是脏乱 它是四处长满了稻草 那稻草都长到屋里去了 那里边根本没法住人 所以也就在众人的商讨下呀 只得奔着 刚才他们刚进古庙 我跟您说的那个后院去了 由于白天呢 他们探过后院 知道后院挺干净的 有个古井 四面也是杂草丛生啊 但是起码房子里边没长草 咱可以奔那里边去 然后说定之后就奔那儿去了 起初进到后院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发生 找了相对一个比较好点的房子 几个人就安置 待下来了 待下来之后 大概也就是休息了 还没十多分钟了 身上的衣装 还没整理其境了 可忽然间站在边上 一个拿着相机 手里又拿着手电筒 对着外边 一边罩着 一边拍摄 而且一边嘴里边 还在说着 记录着的小姐姐 她这儿出事 当时出事的时候 是这样的 小姐姐说 嗯 大家看 这是一间山上的古庙 我们现在是晚上七点五十分 现在我们在古庙里边找了一个地儿 已经安稳下来了 哎 你们看四周 好阴森 好恐怖呀 然后当她说到了阴森恐怖的步字 刚刚结束的时候 手电筒的光 刚好照到那古井上 只见这会儿啊 在光下清清楚楚地照到 古井上坐着个人 这人穿了一身白衣服 坐在井口边上 两个腿搭了到井口内里边去 然后这手电光照到她的时候 这人对着他们看了一眼 然后叫了一声 啊 动了一下 就跳到井里去了 当时跳进井口的水声 不太大 但是很明显 有石屋跳进去了 一下子小姐姐 黄了石的 刚 刚才井上有个人 实际上这会儿已经 还有两个人跟在她旁边 在一块儿看着的路质 那俩人也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好像有人跳井里去了 啊 然后就是这声尖叫声 尖叫声的时候啊 小姐姐松手了 吓坏了 拿在窗边上的一个相机 直接咣当一下就掉到窗外边去了 谁敢出去捡呢 顿时间旁边的人快关门 碰一下 把大门就关上了 关上大门之后 大家赶快拿东西想办法把大门的门把手 拿东西拆上 还好屋里边有掉下来的那个破藤棍 破木棍什么的 把门锁定之后 大家这才稳定住了 可是 这稳定了还没十秒钟 刚刚沉住了气 刚才是什么东西 正在这几个人说着话了 只听屋顶上边 传出瓦片的声音来了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在屋顶上特别沉重的咯吱咯吱的踩着瓦片 貌似有个人在屋顶上走路呢 瓦片声这一传出 所有人靠着天花板上望去 庙里的天花板好几米高啊 上边特别的黑 什么都看不到 顿时间这种恐惧 咱小伙伴说那是无法形容的呀 谁知道那东西一会儿会不会透过天花板掉下来 必定这古庙沉就了多少年了 我们不会死这儿吗 起初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很安全 应该能扛得住屋顶的这个东西 但接下来 屋顶上那些碎片的声音是越来越重 貌似屋顶上的那个人 一直在拿手翻着碎片 想要从屋顶钻下来似的 他们慢慢的还是扛不住了 最后在他们领队的一声大吼之下 踹开门朝着外边就跑出去了 可是您别忘了 此时外边下着鹅毛的细雨 天还特别的黑 几只手电筒能照的仅有的这些光源呢 他们就盲目的往前乱跑着 然后一通的乱跑 终于几个人呢 还好命好 脑子还算有点清楚 跑到了进庙上来的那片青石小路上 但是等跑到小路上 这路逐渐的变窄之后 没法再往前跑了 再跑 那就不是躲开后边这鬼追了 很可能就掉到山下边 摔死了 这天晚上可怜的几个孩子 直至在这雨中 小路间待到了早晨起来 快到天亮 等到了天亮的时候 身上都已经临透了 多亏了这是东北的夏天 有个冬天 这几个孩子就死了 等到了晚上天擦和亮了 他们这才听见 下边大概四五个农民 在喊着他们 有人吗 在山上吗 当他们听到有人喊他们的时候 心里边的一股暖流升起来了 哎呦 可算有人找我们来了 马上几个孩子大喊 然后狼狈的和村民们会合了 得救了之后 下到山下边 到了山下边 这农民们看他们是哭笑不得呀 孩子们呢 不说不让你们上去吗 你们看看 都不成人样着了 而且前面还跟大家说了 相机也完蛋了 上万的设备 没了 这不活活的作死吗 然后直到了后边 他们才知道 那哪是什么古庙 那是人家本地人 一个特别大的老仙堂子 只是后边啊 好像据说这堂主子 不知道跑哪去了 应该得到成了仙了 或者调换到别的山头去了 一下子 这堂子就翻了 剩了一帮小鬼子 搁这闹江 闹的是整个这山林子里边 天天是鬼孤狼嚎 然后这才把那堂子 整个给去掉了 当时找的高人 后来把这堂子改口修建 成为了一座古庙 在里边修了这么几个雕像 这些雕像都是神式的雕像 为了镇住这乱糟糟的堂子 所以说后边 本地人根本很少 上去供奉 再加上这是百十年前的事情了 年九十修 后边慢慢就被人遗忘 但是这故事啊 您刚才这么一听就听得出来 我说的这段关于古庙的历史 这一定是本地农村人讲出来的 他们讲不出来什么 玄乎神乎弃神的事 讲完了就都是这些话 貌似咱们听得不太懂 而且故事也不太细致 但是这按照当地人的传闻来讲 人家可是很认真的 这古庙当地人是一定不会上去的 可是谁曾想来了这么一大堆神过蛋子 万万没想到钻到上面之后 遇到真东西了吧 这回孩子们满足了吧 直至到了后边楼 他们把这件事拿回去是各种的吹呀 但是没人相信他们 所有人抱的心态都跟他们一样 什么玩意儿老仙堂子 什么玩意儿还看见女的跳颈 胡说八道吗 有本你带我们去呀 今天晚上咱们来讲一个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故事 这件事情咱们得打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左右开始说起 在这个上世纪的五十年代的时候 咱们听有的妈妈这会儿呢还没上小学了 刚刚四五岁的或者是没超过六岁吧 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岁数 妈妈说小时候居住在老区那边 老式的居民区 有点像现在电视剧里拍的那些追忆的年代剧里边演的 住的都是工人老街坊什么的 居民区挺大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呀 妈妈说资源匮乏 文化匮乏 一切都是匮乏的 人们除了天天邻里邻居 或者亲人之间能带来的一些温暖 剩下娱乐方面的事情 就没什么了 尤其是对于儿童们 不像是咱们现在啊 儿童们咱先别说别的了 光说现代人的一种薯片 可能就能做出几百种口味 几十个品牌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啊 薯片是什么都不知道 妈妈小时候都可能快上初中了吧 一共这辈子吃的小吃 也没超过这么十种八种去 而且啊 也不像现在什么呢 满地都是商铺商店超市什么的 那会儿几乎都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国营商店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供给制的 您都需要凭票买 比如说咱想买那些水果糖啊 您没有票是买不了糖的 像北京卖的那个酸三色 那可是抢手的东西 谁要是弄点没有票的酸三色 哪怕呢 您一斤要两斤的价格 都有人找您买 那年代家家户户 几乎都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 其实啊跟那个年代啊 当时一些年代造成的情况有关系 社会情况呢 不允许那个年代的人们随便的做生意 其实咱们中国呀 是打八十年代的 起码这八一八二年左右 才开始正式的允许人们 私下呢做点自己的生意了 在之前呢做这种生意什么的 这算偷鸡倒把 一切的生意乃至到一个小卖部 都要归属于国营的 大家全部都是集体分配制 那会儿的时代跟现在完全是不同的 但是妈妈说呢 你说一个都没有做这种小生意的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家门口还是有这么几个人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干这种小买卖的啊 说句实话 他属于犯法的在那个年代 那抓起来肯定是要问罪的 但是由于一些残疾人 或者是年龄过于大的孤老户 是允许他们做这个的 当然也不是说明门规定的允许啊 只是说睁眼闭眼 咱们得让他们活着 所以妈妈说那会儿小的时候 家门口啊 几个坐小买买的 几乎都是推着小车 或者呢挑着小匾的 一边吆喝着一边卖着东西 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六七十岁 甚至有的七八十岁 要不然身体有些残疾 要不然年龄比较大 而且整个我们这一个巨大的片区 可能得住着几万的居民 整个这片区一共没超过四个人去 当时卖这些东西的 对于我们小孩来讲 最有名的在我家门口 就是一个老头了 这老头我们都管他叫老白头 但是是因为这老头的皮肤白 所以叫他老白头 具体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 我们是不知道的 只是知道他的家 住在距离我们胡托 我当时走到这越过七八条胡托 才能倒在一个胡托 墨尾的小房子里 这个老头呢 是个古老户 无儿无女 独居一处小房 这小房多大个呢 据母亲回忆说呀 去过一次这白老头的家 但是没进去 在门口看的 小房里边可能全部夹一块 超不过七平米去 里边放完了桌子 椅子乱七八糟 床什么的 几乎就转不开身了 但是具体这老爷子 他是打哪来的 之前是干什么的 怎么就剩下了一个人呢 这些事情 母亲就无从考证 而且母亲根本就不知道的 但是这白老头啊 在这附近呢 小有名气 几乎小孩们天天缠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白老头每天晚上 大概是四点左右就出摊了 出摊的时候挑着个扁的 扁的旁边放着两个大箩筐 箩筐啊 分为好几层 每一层都摆放着 他要卖的这些小零食 所有的小零食都是针对小孩的 当然他不但卖这些零食 他箩筐里边还有好多百货 什么皮筋啊 箭子啊 什么算盘珠子 七彩绳子 包括他自己做的一些什么果谱蜜件呢 还有拔糖 还有那个叫什么 药糖什么的 就是这些东西了 小时候这些东西 您不在白老头那买 我告诉您 您到国营商店 是绝对买不到的 所以说门口的小孩都特别依赖白老头 并且这门口的大人们跟白老头也都熟 因为一到了四五点钟 你就会听见他们家附近的这一大片的居住区里边 时不时的就会传来啊 白老头的叫卖声 然后每当啊 白老头的叫卖声 一旦在哪个胡托口怎么一想起 呼啦一下 这胡托口就会来好多小孩 把白老头就给堵在那 围了个水血不通 大家一人二分钱 五分钱 两分钱的 东七八凑的 一会儿白爷爷把这帮小孩卖完了 挑着单子就去下一条胡托了 那会儿母亲说啊 每天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着 可是到了后边 大概在母亲可能有五六岁的时候 反正总之没上小学 有这么凭空无奇的一天 这一天呢 家门口的小孩大人们 就开始都在传白老头的坏话 由于母亲呢 跟白老头关系不错 老白头啊 别看岁数大啊 八十多了 但是对待小孩特别温柔 每次一看母亲买东西 由于母亲小时候眼睛大 皮肤又白 都会多给他几个好吃的 所以说母亲觉得白爷不是坏人 你们怎么这么说白爷 但是往往人言可畏啊 大家这么一传道 这白老头最近呢 干坏事的事情 在门口就传开了 这事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就在前两天 白老头啊 有一天晚上来到了这么一个胡兔 这一天呢 白老头身上挑的东西特别少 就一点东西 来到了一条胡兔卖完了 老头就回家了 但是这条胡兔买过他东西的这些小孩们 当时给完了白老头的钱 高高兴兴拿着东西回到家里 可结果到了家 一打开白老头给他们拿纸包的这小纸包 里边有形形色色的吃的玩的什么的 一打开之后 发现里边全变成小石头籽了 妈 你看 我刚买的 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所有门口的小孩跟家长都是这么反应 家长一看不干了 那会儿的钱值钱 刚给了孩子二分钱 本来说是买国谱的 结果买回来是一摊这个玩意儿 这 你在哪买的 我刚在那白爷爷那买的 嘿 这白老头啊 骗小孩 但是万万没想到 把这事搁家门口的人一说 好吗 整个这条胡兔 刚才得有十多个孩子 都被白老头骗了 回到家里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打开这个包 变成石头籽了 但由于当时母亲这个骗居啊 居住的人群非常多 每条胡兔和每条胡兔之间几乎不相通 偶尔有这么个别的一户邻居认识 剩下平时不怎么说话 只是这条胡兔受了白老头的骗 但是别的胡兔是不清楚的 再接下来又没过了些日子 每天晚上白老头还是会出现在母亲的这些胡兔中 但连续后边的几些日子中 每天白老头卖出去的东西 孩子们买完就和前两天是一模一样的 回到家里打开包 全都变成石头籽了 那这一来而去 这卖了好多年小买卖的白老头 一下就把门口这孩子大人全给惹了 几条胡兔剑全都传起来了 哎呀 这白老头太缺德了 临老临老了 为老不尊 年轻时候挺好的 现在岁数大了 反而呢 可能是没货卖了 拿着石头籽骗我们家孩子 以后所有人都别买老鸭听东西了 您看 当时门口人全都这么说 那肯定不用说了 一下子这附近就传开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白老头要干坏事了 大家伙就都不买他东西了 等到了过些日子 每天晚上 虽然白老头还是四点多会出摊 但是就不再像往常那些日子一样了 白老头一出来 身边就会围着一大帮小朋友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因为谁乐意花钱 上他那买石头籽啊 那白老头的这个事儿 等于就这样过去了 慢慢的 大家就都忘在脑后了 此时啊 大概又过了有这么一个来月 已经进入深冬了 入了深冬之后 有这么一天下午 这天下午呀 妈妈和几个小朋友 跑到护城河边上 掰护城河 从上面留下来的那个小冰柱子去 就那个一个个的小冰锥 小孩掰起来拿手里边玩 有的小孩还搁嘴里边舔 那会儿孩子就这样 没东西玩 可是到那玩了还没有一会儿的 就听见旁边几个大人在那说话 由于大人说话的内容里边 涉及到了白老头 一下子就引起了这几个孩子的注意力了 当时就有一个稍微大点的孩子 就在那说 哎 你听他们几个人说 好像说的是白老头的事 咱们过去听听去 然后母亲就跟着这小孩们 就跑到旁边偷听大人们说话去 结果一听啊 好嘛 这几个大人聊的事 差点给母亲吓坏了 几个大人在那说什么呢 说这白老头啊 死了 并且死的还不是这么简单 白老头是前天左右 被人在家中发现已经死了 但是发现的时候啊 人整个已经快接近腐烂的状态了 而且按照当时的人看呢 白老头足足可能得死了 得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了 由于那会儿的尸检不像现在 能够特别详细算出来 但是以最基本当时警察说说的经验 还是能大概做个断定的 最起码得死了得有一个半月以上了 但是那这问题可就来了 这几个大人们还说什么呢 还说这白老头最近还在门口卖东西了 那这都死了一个半月了 那这卖东西的又是谁呢 当这几个大人说到这的时候 妈妈他们这几个小孩就都更傻眼了 没错啊 我前天要不然就是大前天下午 还听见白老头在我们胡头吼吆喝了 那怎么会死了呀 其中又是稍微大点的小孩 马上就说呀 坏了 咱这闹鬼了 几个小朋友在这一哄哄直下 几声尖叫声 自溜就都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母亲就把听来的这消息啊 告诉奶奶了 奶奶让他呸呸呸 别胡说八道 孩子不胡说吗 可是万万没想到 等到晚上一家人坐着吃饭的时候 爸爸提出这件事了 当时爸爸说的别提多吓人了 而且也不避讳母亲 是在饭桌上啊 就把他听来关于白老头的事 从头到尾给大伙说了一遍 当时奶奶还说了 哎呀 这下午小妹还跟咱们说了 说这白老头啊 死了闹鬼了 我还说孩子了 没想到这是真的呀 我就搅着前些日子不对 都传着白老头 卖人的东西变成了石头子 我不敢说 我怕你们又说我迷信 现在明白了吧 我告诉你们 我小时候就出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跟这事特别的像 这白老头啊 就是变成鬼了 只是老头不甘心呢 你想这一辈子守着他那大扁的两个锣筐 养成了习惯 此后啊 他这魂还在咱这游荡卖东西了 哎呀 亏了这些日子 没让小妹出去 买着老头的东西 不然的话给孩子吓着 这不麻烦了吗 哎呀 当时妈妈说呀 奶奶讲的时候 还有爸爸说的时候 我就在边上坐着了 我才多大呀 没上小学呀 把我给吓得直帮我妈怀里扎呀 后边还是我妈 我妈看出来的 觉得我太害怕了 就跟我奶奶我爸说 哎呀 你们别说这个了 不行 小妹她害怕 咱咱们别说了 然后这爸爸和奶奶才停下来 再然后这天晚上啊 就这么过去了 后边我们家就不提这事了 但是我们家不提了 不代表这门口人不聊了 后边时不时的 我们这还经常传 尤其是别的几条糊涂 都说呀 老白头时不时还会出现在这糊涂中 而且一旦呢 有哪户人家听见老白头来了 马上就会跑回家去 快快快 把这门窗都关上 老白头来了 然后再到了后边 这白老头本来是我妈他们门口啊 给小孩卖吃的卖玩的这么一个老爷子 但是让这大人们把孩子们给吓得 都认为这白老头成了火鬼了 妈妈说尤其是一些比妈妈小上几岁的 他们没见过白老头 但是他们啊 一听到白老头的名字 都跟着害怕 甚至咱们听友跟我说啊 说我小的时候啊 我妈还拿白老头吓唬我了 但是我不知道白老头是谁啊 小时候我妈跟我说什么老马猴啊 还有什么老怪物啊 什么把我抓走啊 包括这个白老头 后来长大了 我问我妈 妈妈 小时候你老说那白老头把我抓走了 那是什么呀 我妈所以这才呀 把她小时候白老头的这个故事 讲给我的 也就是说要不是我这可爱的好奇心 这故事我妈可能憋肚子里一辈子都不跟咱们说 咱们呢 也就没得听了 今天的这期故事啊 特别的烧脑 特别的特殊 整个故事听友给我写的这个文案 我是看了得有四五遍 没看明白 最终呢 我又找到了他 捋清了一遍的思路 我这才给大家录制了 这件事呢 发生在九三年时候的东北 东北的这么一座城市吧 这城市咱们就不要说了 当时这座城市啊 有这么一个特别大的烂尾楼区 这片烂尾楼呢 是政府当时规划时啊 开发商中间出现一点问题 导致这楼体呢 半截就停止施工了 是足足烂在了这座城市 烂了得有四五年 东北的天气啊 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这楼不能过冬 没盖好的楼 一旦过了冬 等转过年来 这水泥架子什么的 就开始酥了 这楼接下来就没人接手了 当时政府特别挠头 可是忽然间有这么一天 这天下午呢 烂尾楼附近的一户居民 这户居民呢 也不是什么好人 没事跑到人家烂尾楼里边 捡的什么钢铁废材 偷着卖去 但是这一天呢 他来到这烂尾楼里边 捡东西的时候 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当他捡到了 烂尾楼的八栋楼的时候 他发现这八栋楼里边 传出一股臭味来 当时是冬天 如果这东西不是说特别臭 在东北的这种寒冬的季节 是很难发酵传出的 他呢 就开始照着这楼上开始爬 爬到楼上想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 他爬到楼上 发现有一间房子 门口是拿木板封着的 而且这骨子臭味 就是打这房间传出来的 并且呢 这还不算完 这房间附近呢 他还发现了几件男人的衣服 他觉得不对劲了 当时就觉得怕自己摊上大事 直接就找了警察局 报了案了 当天警察来了之后 直接就把这门板给破开 破门尔入啊 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傻了 只见这烂尾楼里边 放着一个特别大的床垫子 这床垫子 不知道是谁搬来的 可是这床垫不是关键 关键是床垫上面 躺着一具已经溃烂的男尸 这具尸体啊 非常明显 在这摆放了 至少得大几个月以上了 整个尸体啊 已经完全溃烂 但由于东北常年 处于零下二十度左右 尸体基本上都已经冻僵了 当时这件事事发之后 马上啊 警方就把这尸体 拉回去进行尸检 在尸检的过程中啊 发现这具尸体 在死前喝过大量的酒 体内存留大量的酒精 但是这尸体的死因 并不是因为酗酒而死的 而是心脏受到重击而死的 貌似是有人呢 用一个重锤隔着他的胸骨的位置 朝着心脏的位置不停的锤打 把心脏打破裂了 而且同时胸骨也碎了好多根 那这不用说了 这一看就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是一起凶杀案呢 那接下来就开始展开调查吧 但这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这调查根本很难下手 第一 那年代没有监控 没有这些现在咱们的摄像头 第二 这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的 关于他身份的证明 还有这第三 第三是最近这座城市特别的安定 没有过任何相关刑事 或者失踪人口的报案 所以警方根本找不到头绪 后经多名警员查了各种的资料 想查一下啊 看看周边地区啊 或者别的省市 有没有过失踪人口啊 有没有过通牒文件什么的 但是经过一番的查阅 全部跟这个看起来 也就三十三四岁的死者 是对不上号的 也就是说 这案子 所有警方收集来的资料 就是一名三十三四岁左右的男性死者 看样子 从这死者的一切征兆穿衣打扮上来讲 应该是本省人 应该就是东北人 但是又找不着任何别的头绪了 一下子 这案件变成无头案了 那这该怎么办呢 那这该怎么查呀 没法查了 只得把这尸体啊 放到了冷库里边冻了起来 等待着看看案子能找不到什么头绪 或者有谁报案吧 直至这么一等 好几个月就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九四年了 但是按照咱们中国的农历来讲 这会儿还是九三年 就在九三年快临届春节 大概也就二十多天的时候 忽然来了这么一个外地的打工男子 这男子是这座城市周边的一个农村人 他当时报案 说自己啊 当初在一个工地里干活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这朋友姓刘 叫刘浩 欠了他九百元钱 人现在没了 他现在面临回家过年 想问问警方 能不能给找找人 这当时在场的警方一听啊 一下子顿时脑袋里边嗡的一下 就把这男子要寻找的刘浩 和那名男师联系上了 难道他说的这人就是这叫刘浩的人吗 接下来就开始啊 和这名报案人进行核对 经过多方面的核对 貌似没错 貌似有点要对上了 好像他找的这个人就是刘浩 干脆到最后啊 警方采取了一个特别危险性 也不叫危险吧 就是特别突破性的一个想法 就是让这个报案人 能不能配合警方认下尸 那具尸体啊 早就干枯了 一般正常人看完是承受不住的 所以在下这个决定之前 都请示了局长啊 局长说啊 一定找男警员两名 女警员两名陪同着他 千万别惹出别的事来 万一人家看完身体不适 好崩溃在现场 咱惹出货来可就麻烦了 当时做了一切的准备 带着这名报案人 就寻看了这个尸体 经过寻看 这报案人说 虽说他已经腐烂成这样了 但是大致上我能看出 我感觉他还有可能就是刘浩 然后通过了这次辨认 警方也确定了 那咱不行就针对刘浩 进行深入的调查吧 看看这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因为这个报案人呢 也提供不了刘浩的信节信息 他只是跟刘浩在一块打工 干过两个多月 平时玩的还不错 刘浩之前发生的事 报案人不清楚 经过调查 延续着刘浩之前出现在这座城市 所打工公司或者企业的细节 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刘浩在之前来到这座城市 在四家公司出现过务工的情况 后啊 查到了第四间公司的时候 这才找到了刘浩 唯独一张的身份证复印件 哎呀 这下可就高兴坏了 警方一看这算是猫着头绪了 然后延续着刘浩身份证复印件上 写的地址 来到了刘浩的家乡 本来这次到了刘浩的家乡 进行调查的时候 大家都是胸有成竹的 别管怎么着 刘浩是不是死者 咱能摸清个方向 可是这到了刘浩的家乡 发现刘浩家里的房子是破旧不堪 年久失修 房子里边只住着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胖妇女 这妇女说自己是刘浩的小姑 并且这妇女讲话的时候状态阴郁 你问一句他答一句 你不问多一个字都不说 这人怎么感觉像是得了忧郁症似的 不太正常 然后警方就开始跟这名妇女进行了半天的对话和纠缠 这才慢慢的得知刘浩的一些细节信息 原来这刘浩是个苦命的孩子 在他不到十岁的时候 父母在矿上面打工 由于当时矿上错放了炸药 把他的父母炸了个双亡 刘浩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 本来一开始由爷爷奶奶带着 但是爷爷奶奶带着他 没有两三年也相续离去了 家里就最后剩下这么一个小姑 刘浩的后边全部是小姑带大的 但是这些啊 只不过是常规关于刘浩的资料 聊到后边的时候 这小姑说出了一件让当时在场所有的警察叔叔 更没法接受的事 这小姑告诉在场的警察叔叔们说 说刘浩早就死了 这警察叔叔当时一听就急了 你为什么刚才不说呢 他说我害怕是不是刘浩在生前做过什么坏事 反正现在我告诉你们了 一年前刘浩就已经死了 警方当时觉得奇怪啊 不对啊 他说刘浩死了得有一年多了 但是刘浩最早的一份工作 那这会儿难道刘浩死了之后 去掉这家公司给人打工吗 然后警方就拿出了刘浩的身份证 跟他小姑核对 问他到底是不是这个人 小姑一看说没错 这就是刘浩 早就死了 死了有一年半之久了 这警方这会儿无法接受啊 小姑接下来就从房里边的一个抽屉中 拿出了刘浩的全套的死亡证明 坏了 当时去的两位警察叔叔一瞧 这麻烦了 之前的那个案子没有破 无头案没有对上 根本没法证明是不是刘浩 现在这道麻烦了 又出了个灵异案子 也就是说 这一年半死了的刘浩 大概在一年零两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又在我们那座城市 打工上班了 这不奇了怪了吗 闹鬼了是怎么回事 问题是接下来你再问他小姑 一切的事情 小姑是一问三不知了 完了 坏了 这案子卡壳卡在这了 这又没法向前推进了 后回到了自己的所在城市 警员开始向上级汇报 上级当时听完了就拍桌子 这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回答吗 说白了闹鬼了是吗 这没法接受啊 赶快继续调查 他到底在哪死的 怎么死的 不过有个重点 大家伙别忘了 那年代没有计算机 不像现在 警察输入啪啪一敲 资料全出来了 想调查刘浩的死因呢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了 后边经过在各城市调查 这才得知 刘浩当时是死于沈阳 是在一个宫地上受了重伤 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并且刘浩死后 当时宫地的老板 还给了刘浩家里八千元的赔付 把刘浩火化完成之后 把骨灰送回到他小姑手中的 这些小公都没说 当时警察就回忆起来 他那小姑啊 是越琢磨越可恨 那女人你是问他什么 他全说不知道 你问他在刘浩死在哪的 他也说不清楚 就说有人来给他报了个信 人家就走了 但是问题这些东西 就算是搞清楚了 那跟人家小姑也没有什么关系 最多可能就是农村妇女 不善言表罢了 但是这会上级领导嘛 就急眼了呀 上级领导说 你们既然没把这刘浩 和之前无头案的男师 连接在一起 那就别再把刘浩的案子 并归到咱们这座城市了 可是警员叔叔们 跟上级领导说 说那人说刘浩欠的钱呢 问题刘浩他死后 就是出现在咱这座城市上 领导当时顿时一听 脑袋都大了 得了 别说了 你们说的这不都是鬼话吗 那这办案民警 一看是这个情况 领导不让查了 那咱就别查了 再加上这案子又怎么邪门 所以把刘浩的这个案子 又给哥志扔在一边了 反过头来 继续针对的调查 之前的那个腐烂的男师案 可是之前的腐烂男师案 又能真拨了吗 那既然他不是刘浩 那那人又是谁呢 其实这里边 疑问太多太多了 就在呀 当时大家想把这两个案子 都要放弃的时候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就在这会儿 忽然间 在之前声称刘浩 欠他钱的那个报案人 又来警察局报案了 他告诉警方说 说他那天看错了 他看到的那句男师 那个干尸 那不是刘浩 我找着刘浩了 什么 当时警察说说一听 好吗 这案子更怪了 你在哪儿找着的刘浩 我就今天早晨起来呀 早晨起来 我上市场买刮面去 然后我就看见刘浩了 我一看就是他呀 上去一把我就抓住他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钱的事 他马上就吹我笑 意思是让我杀手 他给我拿 我就这么一杀手 他伸口袋拿钱 一转眼 这小子转头就跑了 然后我就追他 就追不上了 然后我这不就跑警察局来了 这警察叔叔一听 这不对呀 这个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呢 哎 刘浩是不是有双胞胎兄弟呀 但是经过后边的一番调查呀 哪有什么双胞胎兄弟呀 刘浩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人 那得了吧 咱们靠想啊 是想不出来头绪的 咱们这样吧 全程通缉刘浩 并且在通缉刘浩之前 还跟这报案人确定了一下 告诉他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可马上要通缉他了 如果你要是谎报 这责任你可要担 这人告诉警方拍着胸脯说 说绝对没错 我就是逮着他了 他一定就是刘浩 他还跟我说话呢 就这样一夜之间 刘浩成了通缉犯了 那个年代咱们的老百姓啊 都特别的热心 一看到这种通缉犯 再加上本来这就不是一座大城市 特别安定的一座东北小城市 老百姓们不希望自己的 这城市里边有这种流窜犯 所以大家就特别的上心 没出三天 就把这刘浩给挖出来了 这人呢 还就在这座城市中 住在一个本地人的平房里边 找本地人租的房子 只是他告诉本地人说 他不叫刘浩 但是把这刘浩找到之后 这接下来 这才是更加奇怪的事开始了 当时警方对这刘浩审讯 刘浩 态度特别的强硬 而且这刘浩 外表上看起来像是一个民工 打空的 可是说起话来 出口成章 脑子特别的清楚 几个警员轮番轰炸都不是他的对手 人家刘浩一直在咬死一句话 你们抓我干嘛呀 我犯什么罪了呀 就算我欠他九百块钱 我给他不就完了吗 这算什么罪呀 你们抓我干嘛呀 现在搞得很严重 警方这边也被他弄得哑口无言呢 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案件跟他联系 只是不停地开始询问他 你在沈阳那会儿到底是怎么死的 起初刘浩把话题避开 就不提这件事 到后边经过了四天的图审 逼问下 刘浩终于崩溃了 可这崩溃了的刘浩给出的答案呢 当时的案件记录是这么写的 刘浩崩溃之后一直声称 高警方说我跟你们摊牌了 我说实话吧 我不是人类 我可以复活 我想怎么死 怎么死 死了之后换个身份 我还是我 我可以叫什么都可以 我小姑 你别看她这么大岁数了 她也可以复活 我们家的人 只要不把身体扎个四分母猎 我们都是可以脱壳再生的 这说的是人话吗 啊 大家琢磨琢磨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这不科幻电影吗 这不胡说八道吗 那警方能接受吗 可是问题是 无论你在后边怎么审 刘浩都是这么说的 这当时啊 警员里边也有年轻的 觉得想使用年轻人的方式来图审一下刘浩 相信他说的话 试着跟他沟通 问问刘浩你是怎么成这样的 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具备这个功能的 可是让大家更懵的是 这刘浩接下来说的是前言能搭上后语 貌似说的就跟真事似的 刘浩说他身上的这个功能 他爸妈身上就呆着的 为什么他爸妈在矿上被炸死 没法复生了 是因为把身体都炸成粉碎了 刘浩家族从他爷爷的爸爸的那一带 就具备了这个功能 这功能啊 好像跟他爷爷的父亲 在山里和一个神仙修炼有关系 刘浩说 只要是我死了 死完之后我就能从躯体里边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我会化成一个肉团 然后会丛生的 所以我从小以来 只要是我的躯体有什么不好的征兆 得了病啊 什么的 我也不用花钱治 我只要忍痛 自杀就可以丛生了 刘浩的这番说辞 当时真的让警员没法不相信了 要不咱们试试 找医疗机构过来 给刘浩进行体检 看看他真的像他说的 他是个怪人吗 后边经过当时的医院的人呢 给刘浩进行检查 发现刘浩身上真的有一个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刘浩身上竟然长着两个心脏 而且这两个心脏啊 有一个是不工作的 这心脏特别小 挂在刘浩的主心脏旁边 另外一个是刘浩每天供血 以供着他生命的主心脏 还有对刘浩进行身体上各个部位的体检 体检报告上声称 刘浩的身体健康的如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貌似就像是新生似的 而且刘浩有抽烟的习惯 并且非常的不讲卫生 可是他满嘴的牙齿雪白 总感觉像是新生的 所以刘浩说的这些东西 真让大家伙懵了 这怎么办呢 人家没犯什么罪啊 难道给人家扣在这儿呢 那段时间呢 足足把刘浩扣在了警察局 扣了有十几天呢 再扣下去 那可就要惹出事来了 必定咱们中国是法治社会 所以这到了后边 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让刘浩走了呀 可这把刘浩释放了之后 这案子可就得让大家失望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说到这儿 其实差不多就是完了 这个案子等于就是个死案了 虽然刘浩已经承认了 之前死在烂尾楼的那具男尸 就是他本人 问题这卷宗没法写呀 怎么记录卷宗啊 死者复活了 承认自己自杀的 然后现在人又活了 叫刘浩 没法弄啊 所以这个案子一直沉淀在那儿 只能定位为死案了 当然这也和之前的年代呀 有关系 这案子如果要发生在北京上海 您别说九三年了 您就是八三年 也得给您弄个究竟了 可是您不知道 这案子在哪儿 这案子是在一个东北偏远的小城市 直到现在这座小城市啊 虽说不能叫与世隔绝 但是和咱们这边还不能叫百分之百 相通的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这故事我尽全力了 尽量给大家讲明白了 您是没看到 听友给咱提供故事的时候 您没看到写的多乱了 我整理了半天 不过最后这答案呢 有点不尽人意 那咱们没办法 只能幻想了 回头呢 我让咱们这听友 继续也问问去 看看能问出什么究竟 然后同时呢 这期节目的最后 咱也感谢一下 这位名叫大城的听友 谢谢兄弟了 虽然兄弟写的这东西有点乱 但是故事还是非常精彩的 那好了 小伙伴们 咱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明天晚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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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